Hello, 大家好 這個是Janice 這位是Alpha 我們其實認識了很久 多久? 我來香港有六年 就認識了她六年 我們應該在工作的時候認識 我們經常去工作 每一次出出job 十次應該有六次都是你 其實我們今天在這裡 就看到我們收到一些 最新的產品 就是粉底的 收到的時候我們應該這個產品是未出的 對, 所以其實我們就很想 試一下 我想自己試一下 這個粉底的特別之處是什麼 還有我想用我平時自己化妝的手法 去很快化一個裸妝 去看看它究竟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那我當然 以專業一點的角度 去跟大家去選擇的粉底 怎樣做到立體感 還有應該接下來這個春夏天 我們有什麼底妝的潮流 我一會兒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選最淺和最深的顏色 去教大家怎樣做一個很自然的 立體感的裸妝 是嗎? 即是你會選頭尾兩個顏色 好像很不喜歡 沒有壓力的, 你沒有壓力的 我在旁邊看著你 我只是選擇一些 我平時會用開的顏色 那我如果用 CHANEL 其實平時我是用20號的 那我就會選這個去試 但是我真的沒試過 一心一剪那麼多 其實我之前我就會用一個BASE的 我喜歡用一些... 即是怎樣說呢 一些TEXTURE的東西 是塗在臉後會很滑的 很滑的 很滑的 那大家不如一起來吧 那看到你做了 好開心呢? 因為我推完之後 會覺得皮膚很滑 然後我會覺得... 即是... 心裡面會覺得粉 好像都會容易推開了 嗯 那我自己呢 就喜歡塗一些光的東西 在臉中間的位置 因為剛才說了 我臉其實都很滑的 還有我想做到一個... 好像... 立體感 很自然的臉的輪廓性 提升了 那我就喜歡塗在中間的位置 所以塗完之後呢 我就喜歡用粉撥呢 去這樣印 這樣壓實 那其實呢 應該會看到 我臉中間這些位置 想提升 即是想塗的地方 那就變出來 就會比較... 是亮身一點點 那我就... 這些BASE 本身是比較白身一點 這些BASE 我就會喜歡 在雜中間的位置塗 我就不會全面塗 因為全面塗 我就怕反而變成白面 對 那所以就... 中間塗就可以了 這個BASE 你看看20號色 20號色 20號色 其實... 因為我的手會黑一點 嗯 但我還是會很薄的 雙鏡面的 我沒有了 就是我點在中間的 嗯 對 嘗嘗嘗嘗嘗嘗 那我就用了最深最淺 最深的30號色 最淺的10號色 兩種顏色 一起去混這個粉底 有時候我會... 有時候我會用粉底掃 有時候我會用手指 加粉底掃 都可以的 先塗一點點白色 淺色的粉底 那淺色粉底呢 我留回去中間 即是旁邊這個位置 首先呢 我就會塗了中間這個位置 我一直在聽你教書 然後自己在那裡 我還寫這個 不... 然後我覺得 幫自己消化粽 慢慢上了我自己的妝 然後... 聽一下你教 那我就會在中間這個面這個位置 推開之後 就立刻拿去粉底 其實粉底 貼不貼實不實 其實粉底都重要 除了要化粉底掃之外 我們就立刻做壓實 所以我很多次的化妝步 都很少推得太厲害 是嗎 是的 那這個粉底 其實我都試了過幾星期 那... 坦白說 我之前自己都很抗拒一些 比較靈性一點的粉底 因為靈性一點的粉底 在我這個油性皮膚來說 內... 油... 外乾 內了其實都會很油的 那很容易泛油 塗得很厲害 但是這個粉底 它有一點光澤感出來 但是又不會太誇張 所以我就覺得 看出來那個皮膚 就會光澤感好一點 之餘 不會有油膩的情況出現 對我來說 我就會覺得這個粉 譬如現在冬天 都會蠻好的 因為我皮膚比較乾身一點 那... 我塗了... 譬如我本身下面已經塗了好潤的東西 但是之前就塗了鼻線 然後就塗這個粉 我就不需要上水粉 其實因為它有光澤度 所以我塗完之後 我已經用碎粉 已經整片面的光澤就剛剛好 我們塗碎粉的時候 當然要選一支 我自己專業的碎粉掃了 塗了碎粉之後 我們最好用紙巾或者用手 好 我們把那些粉 拍到很拍 對 拍到鬆了 拍到那個掃好像有一層毛 已經很夠了 我不會拍那麼久 通常那些掃呢 我會放在手上 然後彈 彈到那些粉 好像鬆了 然後才上面掃 塗了一邊面 我自己看鏡子 那這個位置 光澤感看出來 會漂亮很多 畫很多 就算我是油性皮膚 塗這個粉底 其實我覺得都不錯 你幾滑吧 對 看上去幾滑 對 其實真人就不是這樣畫的 所以化妝很重要 尤其是我們出街 都有拍照 現在很流行自拍 皮膚漂亮 其實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這一環 其實都是一個必須的 很重要的 粉底真是 所以大家要 選得對自己的皮膚之外 都要知道 怎樣用對的手法 去上這個粉底 對 但是有些朋友就會覺得 一支粉底 就可以搞定所有東西 例如遮到黏綿黑眼圈 勁著斑都可以遮到 其實坦白跟大家說 如果有這支粉底 應該會很厚 那這些粉底 其實有沒有 市面上是有 但是我想應該是 舞台劇那些 才會做的 你真人看的話 一定不行 真人其實說 為什麼裸妝裸妝 就是希望我們肉眼看下去 都是皮膚很漂亮 沒有毛孔 所以我們簡質地 就可以首先看 要有少量的光澤感 還有你覺得有什麼粉底 就可以做到一個裸妝的效果呢 我覺得要夠滋潤 還有 塗上去那一刻 是要 推得到的 即是你沒有說 在粉底 即是手上 那偏乾身的粉底 是不是又不好呢 其實都未必是 那我們可以選擇自己的皮膚需要 因為如果是偏清爽的粉底 油性皮膚也可以 所以我建議大家 其實除了Skin Care 秋冬天轉一 step之外 還有春夏天轉一 step 粉底其實很重要 那就真的可以 適合自己的皮膚了 好 你現在很漂亮啊 哈哈 你也是啊 好啦 那今次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